我曾经在十年前在北京出差的时候 看到一则新闻 说北京有了第一家24小时开放的书店 我这睡觉都睡下去了 早都洗好了 还是从酒店里面钻出来 打了个车直奔24小时开放的书店 你放着几百块钱到酒店房间不住 跑到书店去看书去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而在上海现在也有一家 它其实是图书馆 名字叫书院 建在一个公园里面叫和平书院 已经成为一个网红的打卡点 因为这个书院是24小时开放的 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里面静静的看书 上网 当然聊天是不行的 都在这里发学习 所以很多人说上海也太卷了吧 都不睡觉跑到书店里面去消耗自己 或者说在书店里面提升自己 这也太让人觉得这个城市呆着太苦逼了 其实真的 我也是蛮希望在我的身边 有这样一个场所 睡不好觉 不想睡觉的时候 干脆到书店里面去看看书 发发呆 再喝杯咖啡 其实这样的生活 我觉得是蛮惬意的 书香时代 就应该有这样的基础设施来存在 所以我不知道您是否赞成 在你的身边 再搞一个24小时的图书室 或者24小时的书店